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查爾 很大聲的 從上個禮拜過了六天 還記得一點義大利文嗎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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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一看字母的發音 是她字母的寫法 她的名字 她的音標 ABC DES G HI LM NO N O PQ RSD UVZ UVZ 這個呢 就是如果妳要拼一個名字 對嗎 比方說 Cometichiami 還不知道這個句型 對吧 OK Cometichiami Micheando Micheando Rebecca 哦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Rebecca 啊哈 那 Cometichiami 這個是我們這一檔課要學的兩句話 就是妳們也可以參考你們的課本 在Pagina Quindic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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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tichiami 老師問的是什麼 Cometichi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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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chiamo Rebecca Me chiamo Rebecca Oh 那如果我不知道這個Rebecca怎麼拼 我應該怎麼問怎麼拼 怎麼拼怎麼寫 How do you spell it 那怎麼說 很好 好 Come si scrive 好 那妳這樣子才有機會用到這個字母 對嗎 好 Come si scrive R R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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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A C A C C C A Gr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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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a也不知道對不對 還是記得 Gracia 是什麼意思 謝謝 謝謝 OK 那怎麼回答 Di Miente Di Miente Preggo 比較簡單 Preggo OK OK 是完整的一個對話 OK 好 希望今天我們就會學到完整的第一個對話 OK Ko me tiki a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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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chiamo Mi chiamo Mi chiamo 然後等等等 好 那我就假裝沒有聽懂 不知道怎麼寫 對嗎 怎麼拼這個名字 那怎麼問 Ko me si scrive Ko me si scrive 然後就開始拼 那怎麼開始拼呢 就是剛才用那個字母的那個音標 那個說法 那個閱讀的方式 R A 我們知道這個A有兩個發音對不對 一個開的一個閉的 OK 可是它的名字是A 所以我們唸A 我們也知道Chi這個字呢 有兩個發音對不對 一個硬的一個軟的讀法 對嗎 一個Ko 一個Chi的發音 不管在這裡 它這裡叫Rebecca 這裡也是Ko的音 是印的讀法 對不對 可是它的 如果我要做那個spelling 如果要說 怎麼拼 那我這裡還是要說Chi OK 怎麼拼的時候 我用那個字母的那個拼法 OK R A B A Chi Chi A Rebecca 你看 啊 啊 啊 什麼意思 啊 哦 懂了 OK 記得溝通的時候也有很多的 很重要的小小的這些 這些 這些次 interaction 因為就是你就是要有互動的吧 對不對 所以就是必須要讓對方知道 你懂了 哦 OK Gra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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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ggo Preggo OK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對話 回到我們的 alphabet 好 所以我們的字母大概是這樣子複習的 好 然後這裡有另外一頁 就告訴我們什麼 意大利有從北部到南部 有很多的不同的發音 對不對 有很多不同的口音 當然有繁衍 可是我不講繁衍 當然我們教的 當然盡量就是標準的意大利文 那 那 除了方言以外 當然可是也會有一些口音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這個 標準的意大利文 你們去得意的時候 有一天還是會發現 有很多的不懂的地方 從北部到南部 這個沒有關係 很多國家很多語言都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有一些疑問 你不知道一個當字到底 要怎麼唸 比方說我們知道母音 有什麼樣子的母音 有b的a對不對 有kai的a 有b的o 有kai的o 對嗎 然後有重音 哪裡 重音在哪裡呢 一般來說 重音在哪裡 記得嗎 倒數第二個影節上 可是也不一定 意大利文有很多不一定的事情 很多的例外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不確定很多的事情 那怎麼辦呢 那就怎麼辦 就有 我們就放了這個資料 我們就提供了這個資源 這個子點 這個是非常棒的一個字點 而且是線上 線上的 意大利 發音字點 包括名字 姓氏 什麼都有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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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 一個貢獻 是威尼斯大學 一個 Lucano Canepari 教授 所編的一個字點 那就 這裡你們也可以發現 每一個 意大利文的 每一個母音跟子音的 不同的 不同的聲音 還有一個例子 就告訴你每一個字 所有的這樣子 你們可以熟悉一下 每一個聲音的 每一個音標 在這裡比方說 你們要找什麼字呢? 當然 有比較難一個字嗎? 比方說 Arivederci Arivederci OK 比方說 Arivederci 你不知道那個 中音在哪裡 或者不知道那個 A是開的 還是B的 對不對? 好,那麼就試試看 Arivederci 是什麼意思呢? 正式的再見 正式的再見 上一次學的 上一次學的 好 這裡就出現 它的那個音標 有這一片表示 這一片的後面 那個音節就是有中音 OK 我習慣在這個音節的後面 發一個冒號 好 表示那個音節的後面 有一個長度 Arivederci Arivederci Der 有中音 Arivederci 中音在Der 這個音節上 好 好,所以就 這裡選擇 在這裡就沒有這個冒號 在別的教材 會有的 那我就選擇放 可是這就 你們知道有這一片 這個apostrophe 就表示後面有中音 所以就 你知道這樣 chi 這個是你很chi 對不對? 然後就也知道 這個A是B的 對不對? 為什麼我只有看到 我只有注意到這個A 而不注意到前面的這個A呢? 為什麼我不管這個A 為什麼我對這個A 沒有興趣去了解 是B的還是開的? 因為沒有中音 因為沒有中音 很好 非常聰明的 沒有中音的 如果這個A 或者這個O 在一個沒有中音的音節裡面的 一定是B的 半B的 他就正確的說半B 反正是B的 嗯哼 OK 那如果是 在有中音的音節 有可能是B的 有可能是K的 好 好 我們現在去看一個 K的A的當字 好嗎? 漂亮 怎麼說 好 Bello 那就是 開的 看到了嗎? 就是Bello Bello 好 所以就馬上就知道 有中音的這個音節 剛好 這個A是開的 OK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這個工具 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有用的 第一個出現的 第一個當字 第一個發音是 Pronuncia moderna 我們上一次已經說了 英文跟意大利文 我們詞彙上有很多的相同的 或者很接近的當字 對不對? 所以你們可以聊的是 model 對吧? 這是現代的發音 跟traditional 對嗎? 跟傳統的發音 所以你們第一個看到的 所以這個字典就很棒 第一個發音就是 我們目前現代的發音 所以有先是給目前的現代的發音 那就第二個是 可能比較傳統的字典 的發音 為什麼這個? 所以你們也可以發現 這個是幾年編的 兩年前 一二年 對不對? 兩年前的 也不是還沒有出版的 這個第一個版本有1999年的 這本書 可是書啊、字典啊 都會一直變 因為語言一直在變 對不對? 那每次還要出版 有浪費那麼多的資源嗎? 當然目前線上的 也許是最快的資訊 所以就是 現在很慷慨的 就提供給世界的人 想學意大利文 想參考意大利文的翻譯 包括意大利人 這樣子一個工具 這個網站可以發音嗎? 很抱歉 對 這個問題是很好的 不能聽的 這裡沒有 沒有可以聽的 沒有每一個單字的 可以聽的 可是 這個老師裡面的 就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資料 他可以介紹 也介紹中文 用英文 他介紹不同的語言 語言學 然後包括中文的 阿拉伯文的 任何語言的 然後就 然後也有很多的 錄音的地方 那我等一下 給你們看 在那個 這個是我的老師 這個 露昌羅卡列巴一座 這些東西 在這裡也是最 很厲害的一個 一個老師 他這裡有一些 錄音檔 所以有第二個那個 連結 第二個link 就你可以 練習一下 好 所以 這個是我們上一次說的 一些東西 關於那個母音 因為我們還有說了一個 比較主要的一個東西 對不對 除了 從最 B的這個 E 到半B的 A 到半開的 A 到開的 A E A A 然後 A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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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 七個 Vocal ED 以外呢 我們還有兩個 對不對 那這兩個是更難一點的 我知道對 你們來說 已經分清楚 B的跟開的 已經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好 而且我們已經說了 意大利的有時候 意大利人就是南部跟北部的 有時候會混在一起的 會 會 導過來 這些發音的 雖然我們就聽得很清楚 等一下我會有一些例子 你們可以看 兩個單字完全 意思不一樣的 可是 除了這七個以外呢 還有 多兩個 在 B的跟開的中間 有第三種的A 在B的跟開的中間 有第三種的O 那這個剛好是中文母語者 就可以 發的很標準 那就是為了和諧的原因 好 那這裡有這個狀況 有幾個例子 比方說 E的例子是什麼 LIDY R的例子 DATA U U U 你們注意一下那個U 因為有時候那個U 不夠後面的 有點像日文的U 你們發的時候那個U 問題不是很大 可是還是有一點一點乖乖的 OK 所以不是往前面是往後面的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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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一次說什麼字 烏雅對不對 烏雅 好 然後有A跟A 比方說BENE BENE 開的跟B的對吧 還有O跟O 比方說CORNO 開的跟B的O CORNO CORNO 好 然後還有第三種的那個為了和諧的原因 有一個半開的半B的O 半開的半B的A 這個很自然的 你們就不用想太多了 就你們會發的很自然 好 比方說VINO VINO TUBO TUBO VEDO VEDO OK這個 不是O 是VEDO VEDO 記得那個嘴巴對不對 不是O 是V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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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O O VEDO VEDO 開一點的 好A也是第三種的A RE DE 不是A B的A 是RE DE RE D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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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 DE RU DE RU DE 好 那我先這裡就練習一下幾個單字 比方說開的A BELLO BELLO 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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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A C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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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們說了你們比較有問題是在於B的還是開的 B的 因為都你們都會發的是這個第三種的對不對 所以就是聽起來都比較偏開的 好 所以你們在B的部分要特別加上注意 CERA E C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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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LA ME LA E C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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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LA ME LA 好 你們在這裡就無所謂對不對 反正伊德利人也會說錯了 可是有幾個字 不多 可是有幾個單字 你發開的或者發B的意思不一樣 比方說 Venti Venti 跟Venti Venti 對嗎 一個是 風 瓜風的風 一個是 20號 好 好 瓜風的複數 V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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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風對不對 V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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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數字 V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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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你要說桃子怎麼說 P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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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另外一個問題那個P對不對 你們可以順一點氣 Pesca Pesca 那如果是釣魚的話呢 P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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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動詞 第三人稱的動詞閱讀 這個動詞 這個是法律 完全不一樣的字對不對 一個是 Legge 一個是 Leg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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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看 O 我們知道Obi 是很容易 Porta Porta Ura Ora Oggi Ombra Ombra 好 再來 Vo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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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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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詞語有聲是B 對嗎 P 建議你們素一點氣 對嗎 無聲的字音 建議 所以主義母語者就送一點氣才不會變成有聲的就聽起來是意大利文翻言 那就有聲的字音主義要把聲帶震動 那耳朵裡面要感覺到這個震動的感覺 Vo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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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後面有子音或者母音都要拉長 所以是開的 或者 開的B的O意思不一樣 開的B的A有時候 這兩個單字意思完全不一樣 好 剛才是那個連結 Sorte con Sonore 這個也是我們上一次有練習到了對不對 有P跟B 有T跟D F跟V 柯跟G 四根字 四根字 Pollo Bollo Pollo Bollo Testa Desta Testa Desta Topo Dopo Topo Dopo OK 又生 又生的 Fanno Vanno Fanno Vanno Campa Campa Gamba Campa Ga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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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你們就可以繼續練習 然後那個S的問題呢 S如果這個S平常是在兩個母音中間的話 它會變成有聲念Z Rosa Rosa 玫瑰Rosa 可是Sole就是Esset嘛 Sole Sole 那如果後面有有聲的子音或者無聲的子音跟著那個後面那個子音它就一樣的變成有聲或者無聲這個是很自然的不用想太多了 Sbalho Sbalho Stanza Stanza 好這裡 所以S跟S的發音有聲無聲的發音有一點一點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原因的 那Z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那就是有時候是Z有時候是C Azzurro Azzurro Piazza Piazza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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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了這裡少了一個吃根治 我們吃根治其實我們可以在這裡找到 我們上一次也特別注意到一個問題對不對 Ka-ko-ku-ke-ki Ka-ke-ki-ko-ku跟 Ca-che-chi-cho-chu 記得這個E沒有發音的 Ca-che-chi-cho-chu 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念這些字怎麼念 你們念 Ca-che-c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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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 有一個中音符號的話 很少的字 有一個中音符號在後面表示 有個accent的話就表示那個中音就是在最後 好我就把這個母音有一個accent表示他有中音的 OK 那如果是O或者E 那就分兩種重音 對嗎 有兩個方向的那個accent 一個是往右邊 一個是往左邊的 那你們知道怎麼分嗎 記得了 如果是往右邊的 那就是開的a 如果是往左邊的 那就是b的a 對嗎 如果是往右邊的accent 那就是開的o 那如果是往左邊的accent 可能就是b的o b的o 所以這裡怎麼讀呢 我們看一看現在眼睛怎麼唸 為什麼我這裡沒有寫什麼呢 因為一定是b的對吧 沒有中音的 所以一定是b的一定是o 我只有寫在有中音的 okio okio 好 怎麼唸辦公室 u spec u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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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怎麼唸年輕? 中英在第一個 juveni 如果唸juveni的話 我就把那個中英符號 我會放在r的上面 juveni 一般的單字沒有這個accent 我只有這樣是為了方便你們 知道那個中英在哪裡,OK? 可是一般的意大利文中間 不會找到這個中英符號 為了找到這個中英在哪裡 你們可以去參考什麼? 剛才那個地平 那個字典 那個發音字典 那個網路上的那個字典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一般的字典其實也有簡單的 可是最可靠的、最好的字典 最完整的就是那個線上 而且是線上 玩 動詞怎麼說? jogare jogare 冰淇淋 gelato 蘑菇香菇的富士呢? fungi fungi 記得這個字 這個有中英的音節是什麼? fung 不要忘記那個n 要不然聽起來是小朋友的聲音 fungi 不能說fungi fungi 是小朋友 bambino的聲音 fu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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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ngi 要聽得出來 好 如果在這個 kakekikoku chachichichochu 的前面 我們加一個s 的話呢 怎麼唸? kakekikoku 前面加一個s 唸 skatski skotsku skot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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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otsku 那chachichichochu 如果前面加一個s怎麼唸呢? sha shh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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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度 好,那如果那個場景怎麼唸? shayna 開的A對不對?shayna 那如果要唸骨骼的話呢? scheletro 骨架骨骼,scheletro 好,罷工 開的Shopero 學校 Scuola 選擇動詞 B的A shayna 是 好,除了這個是以外呢 我們上一次還是提到 我們講這個字母的時候 還是提到一些特別的聲音對不對? 除了那個是以外,還有哪一些特別的聲音呢? 有以以,特別的符號對不對? 特別的音標 你們可能在英文沒有看到的就是這個以以,還有這個 比方說 比方說 Yomini Maya 那 Banio Cino Cino 等一下也有那個音標,所以我就不花太多時間在這裡 Banio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Nya 以外呢,還有比較簡單的M跟N 這個不花太多時間 因為你們都會了 M跟N 除了在音節的前面呢 這個M 也會在一個音節的最後面的 這個請你們就注意一下 要拉長 所以就是 Gamba Gamba 拉長 這個M,在一個音節的最後 如果有中音的 Gamba 要不然聽起來是 小朋友的聲音 對吧? OK 然後 Anke Anke 一樣的 OK 在一個音節的最後 M,N 拉長一點 M,N,L,R 都要拉長 好 所以就講這個字母的話呢 AKA我們已經說了 沒有發音 在義大利文裡面 AKA 這個H 沒有任何發音 只有幫助你分別一些字 在那個 刻刻分別 Cake Kikoku 那個K跟Ki 如果加一個AKA 就知道要唸K K跟Ki 不要唸K跟Ki 對嗎? 所以有這個分別的作用 或者有時候 就幫助你分別 比方說這個AKA O 意思是 我有 是動詞 I have 可是沒有AKA的話 是 或者 還是 or OK 或者他們有 或者年 OK they have 或者year 就是不一樣的意思 所以就幫助你分別這個AKA 基本上 這兩個字的翻譯 是一模一樣的 ano ano o o 對不起 這個翻譯不一樣的是 因為o 是太的o o是b的o 所以是 o 還是 或者是 o b的o 可是那個AKA 根本聽不出來 有o 我有 o 沒有任何反應 好 剩下的呢 只有這個L跟R的分別 留在最後是因為是最 最麻煩的 好 那我們就知道L跟R怎麼分呢 那個石頭 那個時間跟善惡結束一次 一次就是這個L 對嗎 L 可是R的話呢 時間跟善惡結束兩三次以上 R 可以繼續 沒有問題 那怎麼可以發這個R呢 有一些技巧 我們等一下講這些技巧 好 我希望你們這個禮拜有開始 這個 使用這個藥房 關於這個R還可以說什麼呢 馬上好 關於這個R還可以說什麼 R分兩種 兩種R 一個比較輕的 一個比較重的 比較輕的R 你們可以發 沒問題 什麼時候是輕的 在沒有中音的音節裡面的R 就是輕的 所以比方說 Karo 這個是輕的對不對 中音是在K 所以R沒有中音 這個R是輕的 你們會發的標準 沒問題 你們唸一下 Karo 不標準的是前面這個氣 因為這個是五聲的子音 那你們 我建議你們 我建議你們送一點氣 才會比較標準 要不然變成 Karo 方言 Karo Karo 送一點氣那個K 可是那個R的問題 就很簡單 你們會發的標準 因為是輕的 Karo Karo 很好 沒有問題 Kantare Kantare 好 這裡就要注意K跟T 送一點氣 特別是 鼻子的聲音以後 那個T 那個五聲的子音 送一點氣更多的 像Antonella那時候對不對 我的名字是 那個鼻子的聲音MN 後面那個五聲的子音 特別送氣 要不然很容易發 有一點有聲的 那就不好聽 可是這個R你們會發 什麼時候不能發的 什麼時候與比較發的不標準呢? 在有中音的音節裡面的R 比方說 Forte Forte 有中音的音節是什麼?Fur R在這裡是在有中音的音節的最後 Fur在最後 R 這裡有中音的是R 對嗎? 那這裡這個R是在一個有中音的音節的前面 是第一個字 或者在雙字音 對嗎? 一樣的雙字音也是在Fur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重的R 在這裡你們可能比較有問題的 然後我知道你們有一個特色 如果是在開頭的話 有時候學生會說 老師我會發R 會發的可能有時候是一個一個 感覺會發R 可是基本上還不是完全可以發的 因為前面就加一個 另外一個字音像那個D T 所以比如說變成Ruma變成Drom 那就不對 OK? 不要把另外一個字 一個字母放在R的前面 乾脆唸Ruma就好了 不要說Drom 這個還是 還是不是完全會發R的情況 好 這裡是L跟R的分別 你們可以發現字不一樣喔 羊毛跟青蛙對不對? 上一次還有增加幾個例子啊 皮膚跟珍珠啊什麼的 P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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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大的挑戰 對你們來說 Aprile Aprile Apr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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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一樣對吧 四月跟打開 當然上下文是幫助你了解 這個我在講的是什麼字 可是特別是在那個青的發音 你們可能會發的比較標準 可是相對的你們可能聽我講話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混在一起 因為聽不出來分別 對嗎 在那個青的L跟青的R 跟L很容易混在一起 對你們來說 重的字句碼你們會聽得出來 發的發不太出來 可是字句碼可以聽得很清楚是R 好 所以就是這裡還有幾個例子 可以 Co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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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Reach Colto Colto Vera Vela Vela 好 你们会发的OK 可是如果我讲的话 你们可能分不清楚 我念的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好 我们算一次已经讲过了 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听你们的R的练习 第一个练习是什么 要很顺利的 很弹性的 第二个呢 好 第三个呢 这个的目的也是要很顺利的 很smooth OK 小心 舌头不要 有牙齿出来 是在牙齿里面的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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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頭不要在牙齒外面,石頭是在牙齒裡面 可以嗎? 3,3,3,3… отр tray 啊 嗦 啊 嗦 阿 嗦 第二個字是 啊 嗦 阿嗦 ar 嗦 啊 嗦 啊 嗦 measurements 啊 嗦 ア 嗦 啊 嗦 啊 嗦 啊 嗦 好 只是吃藥啊 一天吃一致 三天吃 好,然後中音的練習 這裡我就加上了音標跟那個中音 就是很清楚裡面可以看到那個中音在哪裡 前面有這個apostrophe 表示後面那個音節就是有中音 那個音節結束的時候會有一個冒號 這個符號就表示那邊有一個長度 不管前面是母音或者字音要拉長 所以怎麼唸窗戶呢? finestra 桌子呢? tavolo 我以為已經說了是倒數第二個音節上 對不對?那個中音比較多的是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 可是你們可以看到了很多的也是在第三個音節上也有的吧? habito difficile 糖怎麼說? zucchero 這些我們就上一次有說過的吧? 我們看一看一些你們可能上一次沒有特別注意到的一些音標啊 做夢怎麼說? questo sogn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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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个音標是什麼啊? gra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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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є一個 好,還有另外一個 我跟耶 你看到了,我跟耶 注意一下這些音標 好,Fuoco,Miele,輕的 怎麼說,Leggero 那個是形容詞,Leggero 這個A是開的還是B的? 開的 好,那如果變成名詞的話呢 那個結尾就變成X 那就那個A就變成B的,你們看一下 變成Leggerica Legg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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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ness 英文的那個ness,那個結尾 Leggerica Leggerica 好,醫生怎麼說 Medico 注音在前面 可是醫學 注音是在 導出第二個 Medicina Medicina 擦乾 Axugarre Axugarre 怎麼念女兒 F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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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ono Filla Suono 音樂 音樂怎麼唸 Muujika Z Muujika Z Muujika hte deze 就是上一次的打招呼的方式 這裡是數字 1到30的數字 這個也都提供了那個錄音檔 所以就不用再說了 這裡也提供給你們那個音標 去你們研究一下音標跟那個錄音檔 可以聽我的翻譯有兩個版本 一個比較全標的 一個比較自然的 還有這個音標 我現在要讓你們注意一下 兩個那個 那個 還有 還有 的發音 比方說 每個才能念這個字 COME SI SCRIVE 對不對 什麼意思 怎麼拼 那如果我說 COME SI LEDGE 什麼意思 怎麼讀 怎麼唸 怎麼唸 OK 怎麼唸 How do you pronounce 好 COME SI LEDGE 還有 COME SI DICE 怎麼說 如果你不知道一個字 用意大利文怎麼說 所以這三個句型 請你們也背起來非常有用的 OK COME SI SCRIVE COME SI LEGGE COME SI DICE COME SI DICE OK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一個字怎麼拼 怎麼問 COME SI SCRIVE 如果你不知道一個字怎麼唸 或者老師問你 COME SI LEGGE COME SI DICE 如果你不知道一個字 用意大利文怎麼說 COME SI DICE IN ITALIANO 那如果你看到一個字 可是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那怎麼問 COME SI 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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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老師的意思 所以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看到一個字你想問老師 這個是什麼意思?就怎麼問 這樣子問 Cosa significa?等等等 好不好呢? 所以這些這幾個句型請你們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會有用的嗎? 老師可不可以再說一遍對不對? Can you repeat please? 怎麼怎麼唸 怎麼 può ripetere Puan ripetere itas ق industrie What komè comè? scusa benut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或者come, scusi 都是用準稱的 不好意思 What? 就可以問一下老師 然後舉手這樣子 記得課堂上都可以問問題 我剛才都是複習的 所以我們就講的就快 但是... 好,這些句型很重要的 會出現在下個禮拜的PowerPoint 好,我們現在就看幾個字 好,come si lege? come si lege quella parola? 不,不,很好 這個就可以不要了 好 好 e questa come si legge? e questa come si legge? ok 很好 sonno sonno也可以用 sonno mmm yo signora signora legno legno come si scrive? legno come si scrive? legno l e g n o bravissimi mi fecian pa fecian pa leg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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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a significa legno? legno significa 木头 ok cosa significa tonno tonno significa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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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鮪魚 son 是睡眠 等等 ok 下一次也可以看 現在先練習發音一下 no 跟ŋ 的發音 還有 og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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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ifica 每一個 every 每一個 好 所以 ne 跟 ne 的發音 請你們注意一下 還有 利 跟 利 的發音 我也希望你們不要搞混 比方說 比方說 哈哈 fin 的 進去嗎 co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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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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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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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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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vo come si legge? 牌 或者 見 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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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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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Ya Ok 還有 還有一些可能性 你們可能就 必須要可能已經有 注意到的可是 應該說的 比方說有 Kra Kri Kro Kru 還有什麼 Gra Gri Gro Bra Bri Bru Fra Fri Fri Fra Fru Tra 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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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 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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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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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上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是怎麼分的? 第一個是 kane 拉長的是什麼? 啊 第二個呢? 拉長的是 n 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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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jo mojo b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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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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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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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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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就是單字音跟雙字音的發音 跟這個一起 我先提出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你們剛才大家有注意到有幾個特殊的子音 對嗎?意大利文有幾個特殊的音 哪幾個特殊的音呢? 主要是四個特殊的音 對嗎? 這個 是 還有什麼呢? 我們剛才還有 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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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們應該已經有印象的 per example 比方說 剛才我們用這個字 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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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那个老师,刚才看他的线上的词典的,看来白语教授,就叫做autoderminazione,就是这些诗音在两个母音中间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条件,在两个母音中间的时候就会变成双子音的,你这里看不出来是一个双子音,对不对,可是它的发音就是在五跟一的中间,在两个母音中间的时候,它就变成, 双子音,所以就是usir,我们刚才也看了这个字,对不对,刚才在我们的这里不是有几个字吗,永烈,我这里尽量尽量放fía,比方说女儿fía 看不出来,对吗,可是它隐藏一个双子音的现象,在两个母音中间的时候,它就是双子音的发音, fía,好吧呢,好不好,注意,还有nj,刚才我们这里不是有sunyare吗,做梦吗,一样的,对吗,也是双子音的,不用写了,就是sunyare, sunyare,两个nj,因为是两个母音中间,然后次次zetae,如果前面有母音的话,它也是双子音的发音, ok,这个字就是zetae,前面有另外一个母音的时候,ok,另外一个母音叫zetae,像谢谢,graccia,这个例子,很多字, colazione,早餐,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z,这里这个z看起来是一个zeta,可是它的发音等于说两个z,所以它的音标变成z,z,graccia, colazione, 这类的,ok,所以这四个情况是隐藏的一个双子音的现象,它自发,它自动的就变成双子音, 我现在希望你们课堂上应该大家都有名字,对不对,那可不可以就一方面就把你们的名字先讲出来大声的,用microphone, 就是用大声的,希望是一个很好听的意大利文名字,然后,一个同学问,comete chiami? 关于那个语调,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可能,明天或者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尽量再讲那个语调, 今天就是尽量模仿而已,comete chiami?comete chiami? 你叫什么名字 就是在我们的 食物页的那个 你们就不用那么暂时 也可以用 我们今天先不用了 我想先确认一下大家的名字 可不可以 需不需要再修改一次 然后你们确认的话 麻烦你们在这一张上面 在你们的诸位名字旁边写一下 你们的意大利文名字 好 Rebecca先问 然后第一个同学 然后第一个同学 Giacomo好不好 Giovanni Giacomo Giorgio 很好听 可是 Giulio 如果你喜欢这个字在前面 有很多可能性 Gianni OK 我给你一些特兴性 我给你一些特兴性 Giacomo Giorgio Giulio Giuliano 刚才还有说什么 Giovanni 是吗 是吗 Giovanni 确定了 OK 好 马上问 Lvania Gior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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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說你高興 你叫什麼? 我叫你Vest 你Vest 可以嗎? Vest 我叫你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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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啊這些沒有 在義語語比較 我叫你Vest 我叫你Vest 我叫Velia V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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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lia V V 你叫我嗎? D No Veronica Vanessa 你叫我? 啊 你叫我? 你叫我? 我叫我 Adriano Adriano OK Gracia 是 是 是 好 你叫我 Felicio 啊 怎麼? Felicio No Feliciano Feliciano Felice Feliciano Feliciano OK Felic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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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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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racie Cometti Chiari 後面有一個同學 先麻煩你就結束這一盤 Mi chiamo Domenico Va bene Grazi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Agostino OK Va bene Grazi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Giorgia Giorgia OK Giorgia Bene Grazi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Giuli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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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issimo Grazi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Carmina Carmina no Carmela Giuli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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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ti chiami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Alessio Va bene Grazie OK Grazi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Gioia 已经缺少 Calvin Giuli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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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i Grazie Giuli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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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Giiulietta Gioia Gioia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Seraphine Benissimo, piacer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Elisa Piacere, va ben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Adriana Perfetto, grazie Come ti chiami?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Evelina Evelina Come ti chiami? Benissimo Mi chiamo Fabiola Come? Fabi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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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ti chiami? Min Veronica Mi chiamo Mi chiamo Veronica Benissimo.. grazi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Elva 啥? 我女士滇前向乐 我女士滇前天 Glòdria Glòria Glòria Glòria, va bene Come li chiami? Mi chiamo Si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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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no 小心發音 名字是OK的 可是那個 發音是 Si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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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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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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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razie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Da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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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issimo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Mi chiamo Timo Timo 是一個香草 一個香料 中華用的 不行 Tomaso Tomaso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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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 Toma T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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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k Toma Tito Toma 我叫 Eugenio 好,謝謝 我叫 Sofia Sofia in italiano è So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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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ti chiami? Come ti chiami? Come ti chiami? Mi chiamo Lu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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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中音, Lucio, 那中音是在 Lu, Lucio, 可是女的是 Lucia, Lucia, Chia, 好, Gracias! Como你叫? 我叫 Bianca Bianca, Bienissimo, Piacere Como你叫? Me叫 Elina Come? Elina Mi叫 Elina Eli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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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lena 英文的主音是在E E-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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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E-LENA E-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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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Rebecca Rebecca 我叫你 如何叫你 你叫你 你的名字是在E-LENA Rebecca 是 是 是 我叫你 Leti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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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Letizia Letizia 你的名字是 对不对 就是两个字 Letizia 双字音的字 Letizia 隐藏的字 双字音 Cometichi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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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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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挑战性 那个Pi 是一个无声的字音 所以就是 出一点气 Pa 要 Pa 然后 Paolo 就应该可以叫 Paolo Paolo 出一点气 Paolo Paolo 嗯 后面要清楚 不能说 Paolo Paolo 这样子不对 不是 Po 是 是 Pa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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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都要很清楚的 你不能 不能 不能 挑过去 不能说 Paolo Paolo 不 不能 Pao Pa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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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oulo Paol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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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怎麼說阿比? 我叫 Se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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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 Serena E D E E 不是E 不是E,是E,對不對? 所以就是 Se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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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你叫你? 我叫 Gregorio Gregorio 好 Greg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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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的O,對嗎? Grego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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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u 一個零單元的我們可以做的一個小的遊戲 遊戲 是 Gregorio 一個小的遊戲是 Pagina Quattordici 幾頁 Pagina Quattordici 十四 Quattordici 一個學生在 Pagina Quattordici 一對一對的 要一對一對的 一個學生在 Pagina 一個學生在 Pagina 一百 三十八 一百 一百 三十八 Fagina Trento Trento 好 這裡就是這個小小的遊戲的 小小的遊戲的一個解釋 去你們看一看 應該是按中文 在台灣也有這樣子一個小小的一個遊戲 小朋友 你們可以用字母跟數字 好 這就是要練習一下 Per example 你知道那個A同學就知道是什麼字對不對 所以要說B3 B3 要跟B同學說B3 B3的那邊要寫什麼 要寫一個C 然後B4要寫一個A 然後B5要寫一個S 然後B3的時候要寫一個A 那就比方說這個 這個是一個Casa這個字 或者你們就可以猜 在那個BDH有沒有什麼字母 好你們就可以問答 這樣子用字母跟數字 這樣子練習一下字母跟數字 然後你們要找到A同學跟B同學都有五個字 我們就是有幾個檔 伊德利文的檔字 伊德利文的檔字五個字 那你們要找到這五個檔字 這五個檔字 好 就練習這五個檔字 所以要一對一對的練習 OK 決定誰是A誰是B B同學看138頁 A同學看14頁 不要互相看 有找到幾個檔字嗎 找到了幾個檔字喔 找到了幾個檔字喔 請你們看Fagina 13 Fagina 13 13月的最後 13月的最後 Yeah 數學 你們的數學好不好 不好 5加4怎麼說 5 4 等於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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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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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4 21 meno 7 uguale 14 30 meno 11 11 uguale 19 10 più 12 uguale 22 28 meno 7 uguale 21 21 很好 28 meno 7 1 21 ok 28 29 29 30 32 32 33